大家好我是张鑫 但是先说在前面 如果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 今天咱们的新鲜事就来看看 这个新旧护照之间 到底改变了哪些东西 到底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呢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哦 大家看看上面这张图 大家看得出来哪一个是新护照 哪个是旧护照吗 把答案放在自己的心里面就好了 我们现在来给大家做个 简单的解答和介绍吧 好大家看啊 一开始两本护照看下来 上面写的都是中华民国四个字 但是旧版本的护照 中华民国这个字比较大一点点 但也就只大了那么一点点 不仔细看没有摆在一起放 你根本感觉不出来 它有没有大小上的改变 而第二行 那个改变就有差异咯 你看中华民国的英文 Republic of China 不见了 新版的这个Republic of China 不见了 旧版的还放在上面很大 不过这就是中华民国的英文嘛 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 民主共和国 结果在新版本的护照上面 这个英文好像消失了 再往下看呢 旧版本的是一个标准的国徽 中间就是个青天白日 十二星期 然后外面一圈 它和党徽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一个标准的国徽 可是新版本的 就把刚刚那个中华民国的英文 Republic of China 缩小到几乎看不见 然后围绕在国徽的外头 我个人觉得 这个样子感觉起来就不大像国徽了 而且把这个英文字缩到这么小之后 也没有人会去看到他 或许有的人 是不是就这样子觉得 把中华民国给稍微消失了一点点 他就觉得心情很愉快 但对我们来说 没啥影响 你说不是吗 好再往下 旧护照在国徽下面出现的是 台湾的英文这六个字母 而新护照 反而台湾的顺序被往下拿了 它出现的是护照两个字 再往下看 旧版本的是 台湾下面是护照两个字 而新版本则出现了 大大台湾这六个字母 所以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台湾的意向 在新版本的护照上被放大了 但是 它的那个从上往下看 被往下降了一格 但是 仔细看的话 其实台湾的意向 还是被放大了 而再往下就是那个passport 这个英文字母 感觉起来好像新版本的 被稍微放出 变出体变大了一点 但实际上这个就没什么太大影响了 好嘞 如果我们现在再把这两个护照 放在一起看一下 你会觉得有什么太大差异吗 我们的政治性格没有这么强 我们并不是个政治性的动物 所以这两个护照摆在一起 根本没什么感觉嘛 或许 有些政治动物 或者是对这些想法非常明显强烈的人 他会在这一点点小小的变化当中 寻求到 一丝丝心理上面的安慰 但对我们来说 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我个人觉得最大的差异 是把中华民国的英文 给缩小到几乎看不见了 只有这个差异 会让我觉得心里有那么一点点的不舒服 其他我就没啥感觉 好嘞 天天都有西线室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这一点点护照上的小差异 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 天天都有西线室 咱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